國外的房地產 最近很流行 因為我最近也想要去日本 跟曼谷買房子 所以我怕這個動蕩的話 萬一什麼話還可以 趕快告訴我們一下 怎麼可以自己先走呢 我們一起去看 我看好多朋友都在曼谷買房子 又不會是詐騙 有可能來去看看 像這個的話 真的很容易上當 因為現在大家要買房子 房價這麼高 你根本買不起 它這個東西叫做 東南亞的共享房產 譬如說我們可以一群人 一起集資買一間房 每個人就是按照比例 去分配每個月這樣 妳出一點 我出一點 對 然後就很多婆婆媽媽 覺得說對啊 我手上只有可能30萬 40萬 不然我們集起來 也有一個頭款吧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這樣 去投資這個房地產 可是很奇怪的是 它會要你 要你快樂 要你快樂 不是另外一個 它會叫你去準備一些 其他的手機號碼 它會幫你準備 然後幫你貼上 你的手機要怎麼操作 很奇怪 這個拼起來就超怪 對 重點是我 我當時其實不知道 我媽媽做的這件事情 是我有一天在家裡 發現了一支手機 然後我就說 媽媽你這手機是幹嘛的 她說你不要管啦 我這投資的東西啦 對 因為我是媽媽在聯絡小王 一般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敢多問 對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呢 它是一個賬號裡面要配 自己要配兩個下線 對 它就要求你要配兩個下線 所以你要自己再去伸出手機 然後去配這個下線之後 它會有一個他們自己的網站 你所有的一些現在房價什麼樣的 通通都在那個網站上面 這樣子上上下下 結果我就跟我媽媽說 不太對勁 因為她一投又投了3萬塊美金左右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真的覺得這些人 來家裡面跟你在那邊講 那些人的長相 真的不是有錢人 他們沒有那個樣子 你不要再被騙了 結果後來我就向我媽媽止損了 就說趕快 現在就賣掉 結果他們現在突然說網站異常 無法操作 然後到現在都 現在這個就是有 我就硬起來叫我媽媽一定要告她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還在打官司 媽媽怎麼那麼有錢 你看一百一百囉 妳介紹我 妳沒有給我認識一下嗎 不要再努力了好嗎 不要這麼好騙了媽媽 不要再努力了 去哪裡找 然後最後最後 花都沒花這麼快 讓我爸爸媽媽整個恍然大悟 再也不做任何投資的是這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 好多 這一個上面一百一百 這個兩百 加起來四百萬 已經四百萬了 對 像這個的話 他說就是借貸財務不完整的公司 他搞了十年 十年前我爸媽就開始做了 他就叫你一開始 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認識了很多公司 需要用錢 可是他可能財務狀況不是這麼好 跟銀行貸不到錢 所以他來做民間的募款 對 所以你只要借錢給他 你拿到的利潤 利息都會比較高 然後就這樣子 先是五十 都有拿到利 都有拿到錢 而且好兩三年了對不對 再放 拿到的利息 我都不領出來 利滾利 放進去 又放更多 放更多 而且你放更多的同時 你熟糾 親戚 平均 好朋友 好久好彈 這個加起來 包括所有的朋友 超過一千萬 所有的朋友這樣加起來 而且就是越放越多 我爸媽總共放了四百萬 中間的利息又領回兩百 所以總共拿不還的是兩百 對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我跟我爸媽說 我真的覺得這是 龐氏騙局 有沒有 現在很流行的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都這樣子 我就跟他們說 現在立刻把所有的錢拿出來 也是一樣 就是叫我爸媽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沒有 他們就說沒辦法了 現在壞掉了 就是直接承認說 我拿不到這些錢給你們 對 說不定在妳成長的過程當中 已經被騙好幾億了 有 我告訴我 應該沒有那麼有錢 就是因為這樣才沒有錢 怎麼